大家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温美玉老师的作文教学 运用MyViewBoer做出来教材 那温美玉老师是全国知名的老师哦 他现在退休了 他现在把他的一生所学 那些教学精华做成这个作文教学 来我们来看一下 原来他在上课是 他是一个科技小白 自从导入MyViewBoer 他现在教材变成动态了 那这边呢 我觉得他整个设计上做得很棒 各位来看一下 首先他的画面非常干净利落 这边呢先听怎么使用 来我点这里哦 所以MyViewBoer可以汇入声音档 来我点播一下 小乐 我们先来玩个象征修辞的游戏吧 点下头子 看你投出哪种动物 耶 我投到狮子 好来 那我就不听环 这是教学的精华说明 对不对 第一个先听完说明 接下来呢 MyViewBoer内建的功能可以点选它 选择你要的动物 那在点选齿轮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图片拖一进来 这边有六种动物 对不对 要回去哦 对学生来讲 他就在前面大电视 手指头点一下 哦 挑选到谁 乌鸦 那乌鸦代表什么呢 这时候呢 学生一样哦 哎 他整个教学界面做得很棒 他说千万别忘了哦 请你把你的教学工具切换到哪里呢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挑选 移动的 所以把乌鸦不起力拉过来 哎 果然答对了 是乌鸦配乌鸦 这时候再把象征的动物语石 拖一上来 哎 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是不是更有趣了 来 我们再点一下哦 这次拖一道蛇 嗯 蛇代表是邪恶 哎 猜对了 当然不是猜了 我们 来 移过来 哎 学生在上课过程中 哎 这就有趣了 狗狗 代表的是中心 哦 所以呢 透过这个 跟学生了解 修持 象征修持 哦 那有个教学活动 那尤其如果你有大电视的时候呢 就可以来这边做整理 哦 所以他整个 作文的教学是非常有脉络有细的 非常的棒哦 呃 他这次呢 在全国采购软体里面 也放上了很多更多的教学 一个教材 哦 那 老师有机会就可以去看一看